第十六堂课 正义 我们的正义感可能已经过时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 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演化而来 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 形成了人类的道德 很适合处理在小型狩猎 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 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 我抓到一头鹿 而你空手而返 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 如果你去采蘑菇 满载而归 但光是因为我比你强壮 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抢走吗? 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杀我 我可以先发制人 在暗夜里一刀划过你的喉咙吗? 171如果光看表面 人类虽然从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丛林 情况似乎也没什么改变 有人可能会认为 我们今天面临像是叙利亚内战 全球不平等 全球暖化等问题 但都只是过去的老问题规模放大而已 然而那只是一种错觉 规模本身就是个问题 一如其他许多观点 人类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世界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实现正义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 21世纪的公民 无论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义 都抱持许多价值观 真正的问题是 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 实现这些价值观 这其实是个数字问题 长久演化而为狩猎采集者 所建构出的正义感 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 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 如果要把这套正义感 应用到各大洲几百万人之间 我们的道德感就只能当机故障 想要追求正义 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 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 如果你去采蘑菇 要喂养小孩 我却用暴力把整蓝蘑菇抢走 这意味你的一切辛劳将付诸流水 你的孩子必得挨饿入睡 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清楚 也很容易理解 但不幸的是 现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项特点 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 例如 我可能就是静静待在家里 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 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 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 及西岸屯肯区殖民者的共谋 在社会主义者眼里 我过着舒适的生活 是因为我也共同奴役了 第三世界学汉工厂里的童工 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 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 绑架了几十亿只家家处 进行大规模的屠戮 剥削 这一切真的都该怪我吗 这实在很难说 我现在的生存 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 震惊关系网络 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 就连最简单的问题 也变得难以回答 例如 我的午餐来自哪里 是谁制作了我穿的鞋 或是退休基金正拿着我的钱 在做什么投资 172 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 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来 自己采集的 谁做了他的鹿皮鞋 那个人正睡在20公尺外 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么 正在泥地里玩呢 那个时候人只有一种退休基金 叫做孩子 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 我实在无知太多了 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研究 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 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 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 但在我投入时间 找出这个事实的同时 却可能会错过 更重要的一些发现 例如 我晚餐吃了蛋 但那些生蛋的鸡现在怎么了 目前 整个社会体系架构的方式 让那些不去费力了解事实的人 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 而想要努力了解的人 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 如果全球经济体系 就是不断以我的名义 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 偷走我的钱 我该如何避免 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 行为是否正义 偷窃是错误的 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 诱惑觉得结果并不重要 该从无上义务 或称定然责任来判断 偷窃是错误的 因为上帝这样说 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 这里的问题 就是在于情况已经变得太过复杂 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过去定出要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 所谓的偷盗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 去实际拿走某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到了现在 如果要讨论盗窃 真正重要的问题所谈的 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举例来说 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 购买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 每年得到5%的投资获利 这家公司获利极高 但原因是该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 直接把有毒废弃物排入附近河流 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 公共卫生或野生生态可能有何影响 该公司财大气粗请了一大批律师 保护该公司不必担心被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 甚至还聘用政治说客 阻挡任何强化环保法规的意图 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偷了一条河吗 我的角色又如何 我从来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 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 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如何获利 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 那么我也犯了偷窃罪吗 如果我们就是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 该怎样才能说自己的形式都符合道德 我们可以用意图的道德性这样的概念 来回避这类问题 重要的是我的意图 而不是我的实际行为或造成的结果 但在这个一切都紧紧相连的世界上 最重要的道德义务 其实就是人必须去知道各种事 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 不仅是出于仇恨和贪婪 更是出于无知和冷漠 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 虽然从未前去非洲或加勒比海 但透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 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取得资金 接着 淑女在大约下午四点喝着下午茶 加入雪白的方糖 让茶更为香甜 但这些方糖产于环境如地狱般 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国 地方邮局经理可能是一位证人君子 不但很照顾手下的福利 而且如果有人的包裹遗失 他还会亲自帮忙找 他总是第一个上班 最后一个下班 就算刮起暴风雪 他也会确保邮件准时送达 但令人感叹 这样的效率和体贴 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 不论是种族歧视的症 致宣传品 国防军的招募要求 又或下达地方盖世太保的残酷命令 都因此而非速传达 对于那些不去真诚求知的人 他们的意图就可说是有了缺陷 然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诚求知 每个国家的游物人员 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件 如果发现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品 就辞职或起身反抗 现在回头看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 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 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 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 或许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 但令人痛苦的事实是 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 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结构性偏见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不义 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 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 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 还尚未演化出能够察觉结构性偏见的能力 每个人至少都会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 而我们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发现这些事实 为了写这本21世纪的21堂课 让我有机会好好做做这项功课 讨论全球问题的时候 我常常可能犯下的错误 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 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 全球精英掌控了话语权 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 相较之下 弱势群体通常遭到晋升 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 并非我 例如塔斯玛尼亚原住民有什么独有的问题 特有的观点 我实在一无所知 甚至就因为我实在所知太少 在人类大历史的第一版里 我还曾误以为塔斯玛尼亚原住民 已经全部遭到欧洲殖民者扫除而灭绝 但事实上 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口 保有塔斯玛尼亚原住民的血缘 也面对着许多当地独有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常有人误以为塔斯玛尼亚原住民已经灭绝 就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也犯了这个错 而且就算你本人属于某个弱势团体 对该团体的观点有第一手的认知 也不代表你就了解所有其他弱势团体的想法 所有团体或子团体都会有些自己才会遇到的玻璃天花板 双重标准 充满暗示的侮辱 以及体制上的歧视 如果是一位30岁的非裔美籍男性 对于当个非裔美籍男性 就有长达30年的独到经验 但是他仍然不会知道 当个非裔美籍女性 在保加利亚的罗姆人 一般误称为吉普赛人 眼盲的俄罗斯人 或是在中国的女童性恋者 会是什么滋味 在这位非裔美籍男性的成长过程中 总是一再毫无明显理由 就遭警察拦检 而中国女童性恋者并不会碰上这种事 然而出生在美国非裔社区的 非裔美国家庭里 代表他身边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 他们会教他该知道些什么 才能作为一位非裔美籍男性 而存活下去 大展虔诚 但相较之下 中国女童性恋者 并不是出生在女童性恋社区的 女童性恋家庭里 而且可能从来没人教过他 任何这方面的重要教训 所以就算是个在巴尔德摩长大的黑人 也不代表他就比较能理解 在杭州长大的女童性恋者 会面临哪些困难 在过去的年代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 因为不论地球另一边遇上什么困境 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 只要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 还能有点同情心 通常也就够了 然而 今日像是气候变迁 和人工智慧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 对所有人都会造成影响 不管你在塔斯玛尼亚 杭州 或是巴尔德摩 都无法幸免 所以我们也就该把所有人的观点 都纳入考量 但谁真能做到 哪有人能够搞清楚 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体 到底是组成怎样的关系网络 173 缩小问题的规模 或是拒绝面对 就算我们有这个打算 多半也已经再也搞不清楚 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问题了 如果讲的是两个采集者 二十个采集者 又或是两个邻近部落间有何关系 大概我们还能够理解 但如果是几百万个叙利亚人之间 五亿个欧盟居民之间 又或是整个地球上 所有群体和子群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就是无力理解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道德问题 人类为了得以理解和判断 有下列四种常用的方法 第一是缩小问题规模 把叙利亚内战想象成两个人在打架 一个是阿萨德政权 一个则是反抗分子 一个是坏人 另一个是好人 这样一来 整个复杂的冲突史 就被替换成一套简单明了的故事情节 174 第二是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 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 如果你搬出整套统计和精确的数字 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 大众只会失去兴趣 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心酸故事 不但能赚人热泪 叫人血脉不张 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正确的一方 175 很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对这种方法再熟悉不过 例如有一项实验 请民众捐款救助名来自玛丽共和国的7岁贫困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罗奇亚 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感动 打开了心门 也打开了钱包 然而 如果研究人员除了告诉你罗奇亚的故事 也用统计资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 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伸手协助了 另一项研究则是请人捐款给一位病童或八位病童 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里 民众捐的钱还比较多 176 要应对大规模道德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编出各种阴谋论 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 又究竟是好是坏吗 这太难搞清楚了 不妨换个方式 想象就是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弄 控制了媒体 发动了战争 一切都是为了聚恋更多财富 这类阴谋论几乎永远都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幻想 当代世界就是太复杂 不仅难以明辨正义与公平 就算是想控制与管理也是一大问题 不管是亿万富翁 中央情报局 共济会或西安长老会 就是没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 但也因此并没有人能够有效操弄一切 177以上三种方法都是拒绝面对世界究竟有多复杂 而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 则是创造出一套教条 全心相信某种号称全知的理论 号称全知的机构 或是号称全知的领导 接着是无条件的跟随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教条 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时代仍然深具吸引力 正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避风港 让我们得以不去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 而在第十四堂课世俗主义也提过 就算相信世俗主义 也无法避开这种危险 就算你打定主义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条 一心追求科学真理 迟早还是会因为现实生活太过复杂而不胜其扰 于是你决定造出某种教义 叫人别再追问下去 这些教义确实能让人在知识上得到抚慰 在道德上感到安心 但这究竟算不算是正义 仍旧无法确定 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要接受自由主义的教条 相信只要把力量交给所有个别选民和顾客做决定 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还是要推翻个人主义的路 重新拾取历史上许多文化的做法 把力量交给某些社群团体 走向集体共同判断的路 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 只是让我们从个人无知的刀山 走向群体偏见的油锅 在狩猎采集部落 乡间聚落 甚至是城市社区 都还有可能共同思考 大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 而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社群 不论是脸书 国族主义或宗教 距离要建立这样的社群 都还有极远的距离 所有现存的人类群体 都还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真理 不论是美国人 中国人 穆斯林或印度教徒 都无法建构全球社群 全球社群 于是他们各自是现实的权势 也就都难以令所有人幸福 所以我们该放弃了吗 人类会不会就是无法理解 真相不追求正义公平 那场法 我们是否已经正式进入后真相 当然